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马上带来掌握今天的新闻重点 新店民族路上的交通公园近来增设了许多特色邮剧 让公园变得更好玩 更有趣 新北市图时定分馆结合阅读活动与地方特色 只要办新政或借十本书就能够获得查染书签 男人家商举办爱国歌曲比赛 参赛的26个班级各个展现创意与活力 台北捐血中心协议库存量不足7天 期盼民众晚秀捐血 今天的新闻一点通 邀请到的是新北市议员候选人曾博渝 待会就来听听看他对于地方建设有哪些看法呢 位于新店民族路上大风国小对面的交通公园 近来增设了许多特色邮剧 像是加油机迷离洗车场等等的交通设施玩具 而这是以新北市议员陈宜君所推动的参与式预算 所完成的案例 陈宜君表示希望未来能够打造更多特色主题公园 让小朋友玩得更开心 小朋友拿起了加油机的油枪 问着身旁的议员阿姨加完油后怎么放回去啊 议员陈宜君亲切地教导小朋友 这是位于民族路上的交通公园 最近出现了几项大型的特色邮剧 让前来的家长和小朋友都感到非常新奇 就我妈妈说 以前孩子来公园都只能够玩玩溜滑梯 现在新增的这些有趣的邮剧设施 让小朋友开心极了 小朋友会觉得很新鲜 然后骑脚车可以在这边骑 然后他们会学大人的加油啊 还有洗车他们都很开心这样子 这些特色邮剧的建制 是以议员陈宜君所推动的参与式预算 所完成的成功案例 提案人邱玉锦在宣传影片中提到 透过了这次的机会 让民众能够表达需求进而实现 希望的人会觉得政治有点高不可怕 其实他可能并不完全是那么一回事 如果说很多议员都可以像陈宜君 愿意做这些事情的话 我相信会有很多政策上会被落实 新北市议员陈宜君表示 让全民能决定公共预算如何花用 同时促使民众参与公共事务 就是参与式预算的最主要精神 而在这样的过程中 他非常感动特工萌的妈妈们 为了让交通公园更具特色 更符合地方需求所做的种种努力 他们认为说是不是有这些标志标线 然后加上教育宣导 他们提完案之后呢 说这我有时候很感动 因为妈妈推着这些娃娃 然后到我们这个区公所开审查会 然后或是到我们服务处来 我们来讨论很多怎么样去修正议案 陈宜君指出公园内的规划 不单单是为了儿童考量 现在新设的邮据都适用于各年龄层 所以亲子一同游玩也没有问题 而紧接着他将继续争取更多有特色 并且兼具共融的邮据设施 去年度在因为这个餐饮室议算的时候 他们也看到一个阳光运动公园的沙坑 那阳光运动公园沙坑呢 我们找到了一处了 应该也是在今年把西部设计完成 那明年呢就可以试做 还有我们的柳公公园 柳公公园有个攀岩场 攀岩场旁边呢 常有一处积水 那我们希望积水那个地方 因为他只要把地整平好 然后我们也做小型 类似让小朋友0到12岁 可以去攀岩的 目前公园内第一期工程 完成了地上标线 两座加油机 一座洗车场 另外也设置交通规则知识的解说牌 第二期的部分 则会着重在公园内的写破道 新北市议员陈宇军说 要让交通公园变得更好玩 记者杨邦友 曹芳新店采访报道 将阅读与地方特色结合 新北市图石定分馆 从11月11号起 推出办证或者是借书十本 就送茶染书签的活动 石定分馆表示 赠送的茶染书签 都是由石定国小学童 首作而成 独一无二 别具特色 别致又轻巧的书签 每一张都有着大地核色 运染出来的不同花样 这是以茶作为染色元素 所做出来的茶染书签 为了推广阅读 新北市图石定分馆 结合了地方特色 邀集了石定国小学童 利用在地的茶叶 萃取出来的染液 动手制作一张张 独一无二的茶染书签 而从11月11号开始 到新北市图石定分馆 只要办理新的借书证 或者是借十本书 就能够获得着 美丽的首作茶染书签 石定分馆表示 茶叶是石定的主要产业之一 利用茶叶染色 配合干燥花的点缀 制作成书签 不但天然又环保 也能够让孩子 接触到地方文化特色 由于每一张书签 都是手作而成 所以都别有一番特色 同时有了这份茶香办书 相信阅读会更有味 记者陈小淡 张芳琦 石定采访报道 爱国歌曲比赛 是能人家商 30多年来的传统活动 希望透过练习的过程 可以培养班级荣誉感 以及团队合作的精神 学生都表示 虽然练习很辛苦 不过透过了比赛 可以凝聚班级的向心力 再苦再累都值得 能人家商已经延续 30多年的爱国歌曲比赛 隆重登场 二国歌曲比赛是能人一年一度的盛会 操场上缭绕的慷慨激昂的歌声 振奋全校师生 今年学校一二年级 共有26个队伍参加 校长宁嘉森表示 二国歌曲比赛是创校以来 一直延续的优良传统 希望同学们透过这项竞赛和训练 培养班级荣誉感 同时也留下在校精彩的回忆 我希望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 让孩子能够团结和谐 和谐能够合作 实际上我觉得这个教育 孩子们为了争取这份荣誉 不怕苦不怕难 自己会找很多的时间跟机会 那么去准备去争取这份荣誉 我觉得这是离开教室以外 非常重要的一个教育的一环 为了一的比赛 同学们五不花招正出 除了比歌声 比精神 比对型 大家在服装 发型 身上配件 更是煞费苦心准备 同学们表示 经过了两个月的练习 不仅凝聚了班级的向心力 更带给所有人难得的经验与成就感 就是让同学比较团结一点 然后就是做指挥的 可以比较懂怎么跟同学沟通一些事情 国中以前没有参加过这种活动 然后很高兴就是在高中的时候能与这些同学 就是参加这种活动 然后我们就是会让班级上更加的就是有向心力 然后大家彼此间的默契就会更加的进步 操场上整齐的队伍聊聊的歌声 就是同学们利用假日 课后或午休时不断练习的成果 林佳生校长说 每年看到学生认真的态度都令他很感动 孩子们为了争取这份荣誉 不怕风不怕雨 地上滚地上爬 其实他就是要争取到这份荣誉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可爱的教育 我常跟家长们讲 我说你看女孩子从小到现在 有对哪一件事情那么认真努力过吗 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这个活动 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教育 每个班级各自展现所长 让整场气氛显得青春洋溢热血蓬勃 尤其比赛中处处可以看到同学们发挥创意 展现才华 为校园增添了不少青春火力 记者陈平咱们齐新店采访报道 冬季天后状况不稳定 民众捐血的意愿降低 因此台北捐血中心的血液库存量又拉紧爆 包括了A型B型还有AB型的血液库存都亮起了黄灯 所以急需民众慷慨晚秀捐出您的热血 正式进入冬季 血液库存量更加吃紧 台北捐血中心的血液库存量一片黄色 库存不足七天 急需民众晚秀捐血 新店捐血是指出 每年到了冬季 因为天气不好 民众懒得出门 捐血人就会特别少 加上感冒盛行 有不少想捐血的人因此被打回票 另外冬季又是肠胃道出血的耗发季节 各医疗院所需要输血的个案往往增加许多 所以常常造成血库缺血 最近台北捐血中心的血库就平民告急 如果再不改善病患可能会面临无血可用的窘境 而一般血液库存量必须维持在七天 可是目前台北捐血中心的AB与AB型血液库存都不足七天 为了挽救更多宝贵的生命 新店捐血是呼吁社会大众发挥人机几机 人力几力的同理心 捐血一代救人一命 如果民众有施打流感疫苗还是可以捐血 希望大家可以在寒冬送暖慷慨晚秀捐出您的热血 记者生平这门期新店采访报道 今天的我是小小记者单元 要由安坑国小的吴珍妮 还有新和国小的叶玉成小朋友来播报新闻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我是小记者吴珍妮 安坑国小在每年的儿童节都会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 今年的重头戏是街头艺人表演 参与的同学带来乐器演奏 歌唱 舞蹈等精彩演出 让大家都留下了美好回忆 由于4月4号儿童节当天正好是签名连续假期 因此安坑国小提前举办庆祝活动 为了让孩子们在这个属于自己的节日当中过得很不一样 学校特别安排一整天精彩节目 除了小朋友们最开心的上下课翻转 还有爆米花电影院 另外街头艺人表演更是这次的重头戏 大家一起表演 然后我们班也有表演 我们请把贴纸贴给我们 有上下课翻转很开心 因为平常都没有这样子 去年也没有这样过 为什么上下课翻转你觉得很好 因为有更多的时间可以玩乐 街头艺人表演是小朋友们自行组队参加 必须经过事前的初选才有机会在儿童节节目当中站上舞台 不管是音乐 舞蹈或是歌唱 演出的队伍无不使出浑身解数 希望赢得全校实声肯定 同时也让大家的儿童节过得更丰富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学生的才艺表演 我们小朋友自己包含组成的队伍有跳舞 有才艺扯铃还有很多的舞蹈表演 展现他们的活力 这是我们今天带给小朋友最有创意的活力表演之一 这天不同以往的校园中少了些读书生 但多了许多欢笑声与游乐气氛 相信一定让学童们度过了一个快乐无比的儿童节 记者是命中门奇新店采访报导 大家好 我是新额国小小记者叶玉成 新额国小的儿童棒球社主要遭受一到三年级学生 棒球社的宗旨就是要让选手快乐打棒球 还有培养良好品格 希望借此启发学生对棒球的兴趣 每个星期五在新额国小的操场上 都可以看到儿童棒球社的小选手们认真的练习着 从暖身操到基本动作练习一点都不含糊 新额国小的儿童棒球社主要遭受一到三年级学生 考量年纪较小 所以训练着重的不是高超的技巧或是得分 而是兴趣的培养 比较着重于他们的精神 还有他们的态度 对尤其是他们让他们可以快乐打球 快乐学习是我对这一般的期待 因为都还是比较小 所以我希望他们在练球有纪律 然后来再打球的过程是很快乐 除了开心打棒球品格的养成 也是儿童棒球社的另一个发展轴心 先和国小校长方文仪表示 儿童棒球社一开始就相当强调生活常规的建立 遵守纪律还有团队精神 如此一来孩子们不仅能够成为优秀的运动选手 更可以作为全校品格教育的典范 我们总教练他倡导的一个精神 就是一个团队荣誉跟超越 而为了让孩子们可以把基本功学好 蒋家洋教练在训练时 总是不厌其烦地陪着每个孩子 一遍又一遍的练习 在教练学学善诱下 大家每个星期都相当期待星期五的到来 因为我喜欢打棒球 参加这个棒球队你有学到了什么 有一些基础的 投球 手 背跟打气 我觉得棒球队很好玩 就是能学到很多知识 孩子们对于棒球的热情就在练习的过程当中 一点一滴的累积 清河国小也期待 这些小选手未来可以成为校队的一员 为学校争光 记者是平常们齐新店采访报导 广告后 我们要来看的是新闻一点通的单元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这是我们家 吃饱饭后大家像死鱼一样无聊 爸爸一直担心店里的状态 阿公觉得无线台转了整区好无聊 我的网路又慢又卡 玩游戏一直输气死人了 大姐手机讯号不稳 直播长长未断 二姐跟妈妈吃饱后无聊到发呆 自从我们家装了一条光纤网路 我的网路用标的 打怪工程掠地不再卡卡 阿公也很有精神的看第四台 爸爸装了Home Security 就很轻松的可以掌握店里的情况 透过高速WiFi的环境 大姐可以开直播卖东西 不怕信号中断 买video上有无数戏剧电影 二姐就可以追剧看她的欧巴了 妈妈也不用出门逛街 就可以上Momo购物 这时大姐在直播中 看到阿公滚倒了 大家都跑过来关心阿公 爸爸教妈妈 紧急按下Healthcare服务键按键 并询问阿公状况 写凉血压做洗糖检测 我早是觉得大家都不知道在相忙什么 因为阿公根本是睡着了 今天的新闻一点通单元邀请到的是 时代力量新北市议员候选人曾博瑜 这次他要来跟大家分享对于地方交通改善的想法 而他更盘点出新店区的NG路口 究竟在交通政策上他有哪些看法呢 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新北市议员候选人曾博瑜 上次跟大家分享了我所提出的四大价值政策 今天我想来谈谈政见的第二个部分 也就是地方的政策 也是我最关注的交通改革以及社区的安全 过去几年台湾平均每天有八个人是死于交通意外 每年有约40万户的交通事故 出门在外都不能安心回家 交通安全的问题已经是政府不得不重视的 但是目前的道路规划偏重在汽车的使用 对于机车自行车或是行人 则是在处理好汽车后 再来想怎么融入这个道路的系统 我想提的交通改革 不是过去大建设花大钱的方式 而是要从以人为本和道路平权的角度 重新来进行道路的规划 道路的规划不应该只着用在汽车 要平等的考量到不同交通方式的使用者 举例来说 台湾的机车几乎一人一台 在交通规划上却是采取车种分流 把汽机车做分隔 一半的路面进行机车 过桥的时候机车被迫挤在窄小的机车引道 像北新路连接罗斯福路 罗斯福路三线道其实都可以行驶机车 其实也证明了内侧开放行驶机车 是有助于改善交通的 那北新路应该也要和罗斯福路连贯 逐步的解除内侧进行机车 并且从部分路口开始取消强制两端式左转 减少机车在带转区里面面临的危险 同时也提升机车的便利性 行人方面因为缺乏人行道 骑楼又常常被杂物跟机车占满 行人有时候都要被迫走在马路上面 与车征道 一个城市的进步程度 其实看我们对行人的保护就知道 一个宜居城市要广设人行道 提供舒适安全的人行空间 行人穿越道上面也可以学习英国的经验 增设行人批护岛 提升对行人的保护 也让长距离的路口有喘息的空间 随着城市的发展 必须提升大宋运输的舒适性 在新店有很多接驳量很大的公车站 可是这些车站却没有遮风避雨 坐着休息的后车亭 民众甚至要站在马路上面等车 因为车站周边常常缺乏规划 捷运站附近常常找不到停车位 这些都会降低民众搭乘大宗运输的意愿 总结我的交通改革政策 就是要盘点出各个地区急需改善的NG入口 做新店的交通总体检 来提出整体的改善方案 像是捷运区公所站 未来行政员区完工后 将带来上万的人潮跟车潮 周遭的交通必须提早改善来应应 不然区公所站附近的交通将更会恶化 我已经整理了四大的NG入口 包含七商捷运站 北新中正入口 捷运区公所站 以及环河碧潭入口 针对每个入口不同的问题 提出可行的改善方案 要让新北成为一个交通安全 道路平权的进步城市 除了交通安全 另一个重点就是社区的安全 过去我们总以为 城市中到处可见的监视器 可以保障市民安全 但是新北市虽然公有监视器 是全台之管 但是很高的比例 是故障或失效的监视器 没有办法发挥真正的作用 所以除了在大街小巷 建置完整的治安系统 还必须要编列一个定期的预算 检测替换故障的监视器 确保每一支监视器都能正常运作 有异味的时候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完善监视系统 打造智慧安全城市 减少治安死角 透过交通改革跟社区的安全 我期待这个繁荣的城市 能够逐步成为舒适安全移居的城市 让新北更好 如果现任的议员办不到 请给年轻人一个机会 让我来吧 谢谢 接着来看 博博要哪些地方上的活动讯息 买video陪你每一刻 即日起到12月31日 点选机上和买video看片 再抽4K大电视 详情请上买video官网查询 身装拨打2917 3939 大新界数位电视200台以后 免费请你试看三天 高画质套餐 电影套餐 运动套餐 与娱乐套餐 亲子套餐 通通免费看 详情请洽 2917 3939 新北市里图书馆 新店文史馆 将自11月1日起 以新店大平林放军绕境活动为题 展出大平林放军绕境年度特展 展区内更有立体仪式器具展出 为民众为民众揭开绕境的神秘面纱 新北市社会局办理行动式老人文康休闲巡回服务车 11月29日星期四下午2点半到4点半 在新店玫瑰路福德工提供服务 现场有免费卡拉OK联谊 血压检测 油奖珍塔 饮料及茶点招待等 欢迎民众踊跃参加 新店护证述所深坑区所办公厅社 于10月21日班至新址 新北市深坑区平浦街16号四楼为民服务 以上所有的新闻内容都会刊登在 大新店有线电视的网站上 欢迎您上网点阅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是张芳琪 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会 oranboy oranboy o